历秋以后要多吃这馅饼 不花面不擀皮 各个薄皮大馅 味道鲜美 凉了也不应 先在盆中倒入300克的面粉 加入一勺盐 增加面粉的筋性 用筷子搅拌均匀 从中间一分为二 一半用90毫升的开水来烫面 另一半用90毫升的凉水来和面 边倒水边搅拌 搬烫面做好的饼皮 吃的又软又筋道 两种面絮搅拌到一块 下手揉成面团 可以移到面垫上 多揉一会儿 像这种光滑细腻的面团即可 搓成长条 切成大小均匀的面剂 再将每个小面剂 都充分的揉圆 像这样就可以了 摆到盘子里面 表面刷一层油 锁住水分 用油封住行面 面剂的延展性 也会更好一些 盖上保鲜膜 醒面40分钟 接下来准备一个青萝卜 俗话说 冬吃萝卜 夏吃姜 不用医生开药方 历秋之后 天气慢慢转凉 早晚温差大 可以给家人多吃一些萝卜 增强免疫力 刮成丝以后 往里面加一勺盐 搅拌均匀 腌制一份 杀出萝卜中的水分 下面准备一把洗净的小葱 切成葱花 两根火腿肠 先切成条 再改刀切成丁 先装入盘中备用 这时萝卜丝也也好了 抓一把挤出多余的水分 抖散之后 再切成长一些的段 装入大盆中 接着倒入葱花 火腿肠 炒好的虾皮 蒸香也可以补盖 调一下味儿 加入盐 胡椒粉 花椒粉 鸡精 蚝油 最后淋点香油 充分地搅拌均匀 使所有的调料化开 使其入味 先放在一边备用 看一下这个面剂 用手拉很长 说明就行好了 取出来一个 不需要擀面 用手按成一个圆饼状 边缘稍微薄一点 用手托起来 在中间放入适量的馅料 再慢慢地收口 剩下三分之一的面皮 给它盖上来 整理一下 放在面垫上 按压得薄厚均匀一些 就可以了 电饼趁预热刷油 放入生胚 表面刷一点油 锁住水分 选择馅饼件 用大火烙子 底部金黄 挨个翻一面 将另一面也烙一下 素馅饼熟得快 像这样每个馅饼 都鼓起来 就可以出锅了 这样一道好看又好吃的 萝卜馅饼就做好了 这个饼皮很薄 而且不破皮 也不露馅 里面的馅料鲜嫩美味 清淡不油腻 可好吃了 翻烫面做的凉了 也不会硬 喜欢的朋友 可以试一下 我们下期再见